大家好,我是蓝雀,今天来看离谱日剧《红苹果》第四集,故事越来越迷 男主小关被同学卷毛的女朋友奶奶拉走 听说卷毛失踪,小关有点慌,赶紧去找 青梅等不到小关很郁闷,偶像又来挑事,问了个刺激的问题 青梅不肯回答,偶像问得很深入 这对白听不太懂,偶像经验丰富,青梅被活得一论一论 这就离谱,青梅赶紧学习新知识,可惜网页打不开,马上被和谐 毕竟性行为是违法的,另一边卷毛女朋友奶奶求小关救人 气氛有点胶着,小关问起俱乐部的情况 那个老大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去俱乐部呢? 奶奶说起自己的悲惨经历,她爸原来是歌手,唱情歌很受欢迎 后来帮布性行为取缔法,情歌被认定为美化性行为 可能导致年轻人犯罪,官方下架所有情歌 奶奶的爸爸失业,一气之下自杀 奶奶很生气,上晚发现地下俱乐部 她想确认性行为是不是那么坏,想去俱乐部探个究竟 一个人又不敢去,就找卷毛陪她去 没想到卷毛非常雅沙西 那一夜,他们发生关系,从此无法自拔 居然还是美好的爱情故事 奶奶说事过才知道性行为不是罪恶 小关想起了亲眉 另一边卧底向官爸报告成功打入俱乐部 但官爸却让卧底退出 说这案子太危险 卧底不肯向官爸表忠心 为了您,我什么都可以 卧底不会对官爸有意思吧 官爸拍拍肩膀,似乎明白了啥 老爸是性取部领导,儿子却去地下俱乐部 这事情就挺讽刺 亲眉跟上小关,发现奶奶拉着她的手 剧情又焦灼起来 小关找老大问卷毛的下落 忽然传来一声惨叫 小关冲进去一看正式卷毛 她被美女残忍对待 疯狂刺激,马上要被榨干 小关想救卷毛 老大提出变态的要求 如果小关和卷毛女朋友当着卷毛的面那啥 就犯了卷毛 关键时刻,亲眉冲了进来 她又来凑什么热闹 老大催他们赶紧的,奶奶为救卷毛还真脱衣 亲眉不服,也要加入战斗 这儿发展真是见鬼 奶奶直接脱衣,场面非常羞耻 小关正在犹豫 老大忽然开口 你想得美,哪有这么爽的事 老大摘下眼镜,一只眼睛被打掉 她说自己老爸不是好人 从小被家暴到大 小关完全不同 一看就很受保护 最近性取部很活跃 好多俱乐部被查 老大要小关从老爸那打听情报 如果能拿到有用的消息 就犯了卷毛 突然变性取版无间道 亲眉让小关告诉老爸 把老大一碗打尽 小关却不肯 因为那样的话 卷毛和奶奶就会被抓 违法性行为,肯定得坐牢 亲眉说那是自作自受 小关很暴躁 让亲眉别管 回家打探消息 老爸很严肃 在家绝不谈工作 趁老爸洗澡 小关想偷手机 又被老妈阻止 要拿情报不容易啊 这时卧底来电话 约小关去咖啡厅见面 她又想干嘛呢 亲眉打工时看相省 一起打工的帅哥 对亲眉有意思 说跟演员很熟 可以帮忙拿票 亲眉很兴奋 能不能搞三张票 还想带朋友去 帅哥很为难 他想着和亲眉二人世界 再来一个可不行 帅哥问两张票行不行 亲眉想了想还是要去 帅哥很开心 机会来了 运一边小关和卧底见面 卧底打听俱乐部的情况 小关很尴尬 两边都要他打听情报 夹在中间很难做人 但他也不傻 毕竟能考年级第二 灵机一动想出办法 反正打探不出消息 干脆自己照 他告诉卧底 周五晚上十点 俱乐部有活动 卧底很兴奋 小关在通知老大 周五晚上十点 警察会去搜查 老大也很兴奋 叫偶像做好准备 大战一触即发 另一边喜欢青梅的帅哥出手 上网重金求两张演出票 为了和青梅约会 他决定出一万元收票 这男人感觉不对劲 卧底向光爸报告 周五晚上十点 俱乐部有情况 光爸很兴奋 夸卧底干得漂亮 他万万没想到 全是儿子的套路 看预告变警匪篇 青梅好像要遭殃 剧情刺激起来 感兴趣的点个赞 评论回哥还要看 记得关注大蓝雀 天天都能爽 我是蓝雀 拜拜